双方打成了9比8 老K领先一分 灰灰抖了鬼步鬼花脸 那现在进版边 哎呦我靠 灰灰又把老K他干晕点了 终于是要觉醒了 远距离出一干攻手 牵制对方 小蹄地面出康 影跳压制 现在大猪还没有资源 趁着他没有气 发起疯狂的进攻压制 反正你没有气 一番拉扯之后 对一面的血被他遮残了半血 腿被打掉一条腿了 打住拼命的用战轻拳来牵制 复合吗 影跳 偷袭一个点弄腿 打对方的一个牵冲 那现在 哎呀还跳 又一条腿又被打断了 三七在手 哎呦哎呦 哎呦哎哎哎哎哎哎 抱歉 大猪我狼狈 磕得死死的 你来啊 你跳 我也跳 咱们继续回到比赛 这边的话是来到了 无界老K 对战重庆灰灰的这场比赛 强势五 谁发走路啊 哎刚才双方都出了解风啊 你看到没有刚才双方 瞬间调换了场地啊 瞬间错位了 但是因为他两个同时出了解风 有些里面你同时出指针头的话 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什么事都没发生 两个人啊 换了一下个位置 到了98条把这个改了 98有了指针头的失败动作一个设定啊 那就不让你这么无德 没事就是让你抓人 你抓人要付出代价的 97这边是无德认的 他们两个都是一个级别 你从比分上能看得出来啊 谁也不 不对谁强啊 就是看发挥啊 他们两个5比5 7比7 9比9 前面好啊 一个1比1 谁不敢说 谁比谁强 看发挥啊 好的 注尺再次派生进板边 跳低 重拳抢招成功 上来就是刚低低啊 好打一个插合 那现在对面的大门五郎 跳低下低 连续两个中角 连关击王带了节奏 大猪就不好打了 前冲 我真的是敢啊 这么远能跑抓 老K也是有点慌了 现在老K费了这个气 想滚过来尽身抓 我就会说你不要过来 就让我用跳动 哎呀 震完之后 开打拳的提了 打住这个指令头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了 里面只是 只有一颗气大门五郎 大王能力散毕 想在头 算桥加切 哎 后跳动拳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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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